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看的透口彻彻的 所以想追他也没那么容易 所以有过一两段不是很顺利 相对比较短暂的情感经历的人 一个是他的心已经打开了 他是挺渴望进入一段亲密关系的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追他会容易一点 而且一定要在跟他的交流中 了解他前面这一两段感情经历失败的原因 然后你要尽量避免那些陷阱 这样的话可能更有比方使用 比方说他有一段分手 是因为男朋友跟其他的女生 比如聊骚 暧昧 那你呢可能就要特意的避免 比方说他有一次分手 是因为男朋友特别不上进 每天打游戏 那你呢也要展示自己 是一个上进的有为的一个好青年 这样的话可能更为针对性一些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女人啊就是情感需求非常高 他们可能在事业上没有什么要求 工作也比较清闲 也没有自己的深度爱好 所以生活啊其实他就觉得谈恋爱最有意思 所以这个需求特别高 那你的出现你的追求 正好填补了他的这种需求 所以他会比较容易接受你 但是这种女孩啊可能你要做好准备 就是他以后可能在事业上 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发展 也不会给你提供什么帮助 然后呢可能在你的相处过程中 甚至在结婚之后 他都会对你的依赖性比较强 情感需求比较高 如果你决定你自己愿意投入时间精力 和这样一个女孩一直相处的话 当然可以去追求 第三种女孩啊就是比较恨价的 其实啊在到二十六七岁啊 二十七八岁这个年龄段的女孩 可能是由于一些社会啊家人啊 或者周围亲朋好友给他这些压力 也可能是自己有一些比较传统的观念 觉得女人嘛最好是在三十岁之前 要结婚生子的 所以呢她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随着年龄的增长 接近三十岁的时候 就会很渴望能够快速的进入一个亲密方式 那这个时候你的出现 我觉得她就更容易接受你 至少不会在一开始就拒绝你 而且到了这个年龄啊 她们对爱情的期望 也没有那么的不切实际 她也不指望说我真的碰到一个高富帅 或者说碰到一个一见钟情轰轰烈烈的那种感情 她只要觉得我们互相条件还比较匹配 然后在一起相处呢 觉得比较舒服 比较踏实 可能就会愿意尝试着跟你走下去 而且这种女孩的好处是啊 她真的是想踏踏实实结婚生子过日子的 你追她相对容易一点 然后你们的恋情开花结果 真正进入婚姻也会相对顺利一些呢 如果大家喜欢这段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转发 有什么话在下面留言哦